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講第四章 也就是南牌基礎 陣列和向量化的計算 這本書他很好玩 在這張非常好玩 他剛開始的時候就說接下來你會看到 有關於南牌的內容有什麼呢 書上就癢癢傻傻 例如說列了你可以看見什麼 有效率的多緯度陣列 不用寫回圈就可以做快速的運算 這的確沒有錯 再來就是什麼Memory Map檔案 還有線性代數還有複利頁轉換 看到這邊就說這也太厲害了 還有C還有C++ Fortune寫成的API介面 我想說這個第四章基礎的地方 只要講這麼多東西嗎 結果翻了看看好像第四章也沒講這麼多 他到底寫這個在做什麼呢 然後我就繼續看下去 發現說他告訴你說因為這些內容實在太多了 所以有些部分他把它放在附入裡面 所以他附入A就是深入難排 我說原來如此 所以他就寫說好吧 接下來項目將會放在焦點在下面這邊 以符合大多數資料分析的需求 像什麼呢 像什麼資料處理 清理 切分過濾 然後有一些異為正義演算 有效率的敘述統計等等 還有用矩陣表達是取代if sf...之類的 然後我想說這跟前面所講的好像幾乎都不大一樣 跟剛剛所說的可以在接下來看見難排內容 好像又不大相同 然後我又很迷惑的又把第四章翻了一番 發現好像也沒講這麼多 所以到底他這一章講些什麼 我覺得就算了 我們就直接看吧 大概就知道他講些什麼了 因為這種書 他2012年其實就寫第一版了 然後後來又再改版再改版 所以可能有些地方事實上有些更動 所以有寫的他也沒有特別寫出 他沒寫的已經刪掉的他的標題還立在上面 所以我們還是直接來看內容吧 那你通常呢 我們只要去做的GitHub本的下載 你會發現說他這個檔案就長成這個樣子 然後剛開始就有import nonpy as mp import made priority to prepart.pt 這個都是很標準的起手式 然後呢還有plt.rc 事實上就是畫圖用的 但是你會看到一個東西叫做 np.random.seed12345 那這個到底在做什麼 你會想說呢 random不就是隨機的 就是要產生隨機的亂數嗎 然後呢.seed就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這是很多寫出的人會用的一個技巧 就是說呢 因為假如今天真的產生亂數的話 那你在你的電腦所產生的亂數呢 可能跟作者說產生亂數呢 應該是不會一樣的啦 那這本來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那可能怕有些人呢 就不明說理 然後就說為什麼他在電腦上做出來的東西 竟然跟書上寫的不一樣呢 那這本來就不一樣啊 因為產生亂數本來就幾乎不會一樣嘛 所以呢 有些作者為了節省這個麻煩 就說不要再受到讀者抗議了 那就乾脆說好吧 那凡是產生亂數的東西呢 我們就給他一個seed的 就是給他一個seed的 然後就指定一個整數 那換句話說呢 這時候我們在 你自己在電腦在產生亂數的時候 產生出來的亂數呢 一定跟作者他書上所寫的產生亂數的結果會完全一樣啊 那雖然是亂數但是他已經被我們固定某一個 某一筆亂數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可能就不會有些人說 為什麼他做的呢 跟書上寫的都不一樣 是不是書上錯了 那這個是給大家一點小小的知識啊 也不像什麼知識就對了 好 然後呢他說Nampy呢 通常他可以執行非常複雜的運算 然後他可以不需要像Python一樣去寫一個loop 那的確沒有錯 就說Nampy呢 他本身他的計算是一種相量化的計算 那換句話說呢 他可以讓你不要寫loop 那其實呢 寫forloop呢 非常的花時間喔 那我記得我在一年前看過那個吳文達 他在講那個深度學習的時候 事實上他有一部影片呢 特別的說Nampy有很好的相量化計算 還有很好的廣播的系統的功能 這個廣播系統他竟然是放在附錄講的 所以真糟糕 可能我們必須要錄Nampy的附錄了 因為廣播系統很重要 然後呢 所以他就說今天能夠用Nampy呢 就盡量不要寫回圈 那他在那個影片裡面呢 就做了很多實驗告訴你說 用Nampy做多快多快 然後呢自己寫回圈呢 寫個forloop多慢喔 那這邊這個作者呢 他也做了一次這樣的實驗給你看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吧 他就說呢 我們現在inputNampy還是NP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是去取100萬個數出來 所以NP點arrange 這應該大家都很熟悉 這個點arrange呢 跟我們在Python裡面的forI in range 其實呢是差不多的 只是forI in range呢 它就是從0開始 而且那是整數 然後呢arrange呢 事實上它是可以是小數 可以是小數 不過我們現在大致可以把它想成呢 arrange好像就是nampy裡面的 類似Python的range的功能一樣 只是它這個功能更強 因為呢它可以是有小數 例如說1到4每次增加0.2之類的 好那不管怎樣呢 我們現在假如只有寫np點arrange的話 然後寫100萬 其實呢這個myarrange呢 就會是0到99999 好那這個是呢 我們用np點arrange 換句話說我們是在nampy下面寫的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回到Python裡面去寫 所以呢 range100萬 那實際上呢就是0到99999 而且我們把它變成是一個list的形態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呢 就叫做mylist 好然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做實驗了 那你會發現呢 第一個實驗呢 就是我們都 我們希望呢把每一個數 就是這100萬個數呢 每個數都乘以2 都乘以2 然後呢 第一種方式就是用nampy的方式去做 我們就直接呢 在這個arrange 在這個正列裡面乘以2 那事實上呢 在這個列呢 做這種乘以 乘以 乘以常數 或者是跟常數做加加間解的話 事實上就是把 正列裡面每個數呢 都乘以2的意思 你可以把它想像 就是一種 像量化的計算 好那乘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覆蓋過去呢 還是叫做myarrange 沒有覆蓋過去了 我們就把它命名叫做新的名稱 叫myarrange tool 好所以呢 他說for一個底線 你可以把它想成 這是for i in range 之類也可以啦 那for底線 in range 也是可以啦 因為呢 這個底線跟那個 i都是一個dumine variable的概念 好所以我們就說呢 這個東西都做十遍吧 就是把100萬每一個數呢 都把它乘以2 然後我們就做十遍 那這是在那排下面做的 好另外一個在Python下面做的 就是用for loop 就是說for x in my list 所以就是把my list裡面的 100萬個數呢 每個每個都抓出來做 那就是用回圈的方式來做 然後每個抓出來呢 就把它乘以2 那乘以2之後呢 再抓下一個來做 那我們就把它叫做my list tool 那這樣的話呢 同樣的也是做四遍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魔術指令呢 百分比time 看看到底花多少時間 那我們先看結果啦 免得等一下我按下去 可能不知道跑多久 當然也沒有很久 好所以呢 就是用numpy來做呢 就只要30毫秒就做完了 那一毫秒大概是千分之一秒左右 那用Python來做呢 就是885毫秒 大概就是要1秒鐘 所以大概速度呢 差了20幾倍 大概是這樣 那你當然會覺得說好像還好啊 但是你只要再做一些更複雜的意義 例如說你就取1個 然後每一個都要去取指數的話 那可能差距就會更大一點 那時候相量化計算呢 就顯然會比用for loop還要更快一點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看一下4.1 就是numpy的ndarray 那這個呢是一個多維的正 多維的正列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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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我覺得 你也先不用去管那個 這一大堆專有名詞啦 那我們就從例子來看呢 可能就會比較清楚喔 他說呢什麼東西叫做array呢 array呢 array事實上呢就是 他可以讓你去做數學的運算 然後是就是做整批的運算 做整批的運算 那事實上呢這其實就是 就是他 等一下我看一下 好 所以他說呢 嗯 事實上呢 這個array呢 他就是可以讓你做數學運算 然後呢在整個block裡面 用相類似的計算方法 然後在點對點之間呢 去做運算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東西 叫做 叫做主點運算 或者是叫做element operator 哎 好像錄太久了 有時候突然反應了 不知道在做什麼事情 好那我們就來看呢 他首先呢 先import numpy as np 其實前面都import過了 這邊好像不需要再重新import 好 所以呢我們就說 numpy裡面的np下面有random 然後呢 下面還有點randn 那 假如說呢這裡多寫個n的話呢 那事實上就是 在標準常態分配裡面去抓亂數啦 那假如說你今天只有點rand的話 就是在0到1之間的均勻分配去抓亂數 好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在標準常態分配裡面抓亂數 然後出來的東西呢 要擺成23喔 那這個東西你可能把它想成是線性代數的 這個舉證的表示方式比較好啦 那前面呢這個分量就是代表的是第幾個raw 後面這個分量呢就代表的是第幾個colum 所以23事實上就是我們希望擺成一個舉證 它有兩個raw 三個colum 那raw呢在台灣翻成列 colum翻成懶 剛好跟對岸是不一樣的 那對岸呢它英文一定也是 航的就是raw 直的就是color 畢竟這個是國際通用的嘛 但是呢中文就不大一樣喔 中文的話他們航的呢就叫航 直的就叫做列 剛好相反過來喔 或許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書呢 都是直的印的 我們的小說都是直的印的 然後他們的書呢大部分都是航著印的 所以才會把航呢 我們的航就是直的意思 他們的航就是航的意思 那不管怎樣 我還是照raw跟color 然後有時候我會用烈跟懶 台灣的講法 好所以我們就擺成了2乘以3的矩陣 那我們就把data叫出來看看 所以就長成這個樣子喔 那我們說要乘以10 那這個乘以10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裡面每個元素都乘以10 這個事實上就是所謂的主點的運算 或者是element wise 就是每個元素每個元素的計算 好所以我們就把它乘以10 就真的每一個數字都乘以10 那事實上呢我們也可以data加data 所以data加data呢 就是幾乎是自己每個元素加上自己 其實就是乘以2的意思啊 好那像這種呢 在做這種正列的運算的時候呢 我會蠻建議喔 你3不50呢 就去把這個東西的shape叫出來看看吧 那這shape呢 就是可以讓你知道說 喔這個現在是有幾列有幾藍 那假如是二維的話呢 可能你不覺得很重要 但是呢假如說你是高維的話呢 有時候把它shape叫出來呢 其實是還蠻重要的 好所以那就說呢 每個正列呢 都有一個shape及一個dtype 那shape呢就是用來表明呢 這個維度的一個tupel 然後呢dtype呢就是看資料形態 好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data的shape交出來看看 那23剛好跟你在線性代數所覺得一樣喔 這個是兩個raw三個column 所以那它的shape就是23 而且它是用tupel的方式來寫的 然後呢你假如是呢 看它的dtype的話 那事實上呢它是14.64喔 那你就會說 欸我剛剛好像沒有指定 它是浮點多少啊 浮點幾位 那它預設呢就是64喔 5.64 那為什麼要設這麼多呢 因為 先要做運算嘛 所以小數點多一點的話 那比較不會有太多的誤差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呢 怎麼去建立這個ndarray 那要建立ndarray 最簡單的方式呢 就是什麼 就是你在numpy下面 然後用array的方式去建立它 就是用array的函數來建立它 然後這個array的函數呢 它可以接受任何的 任何的序列當作參數 當作參數 例如說呢 list就是一個很不錯的 輸入進來的方法 好所以我們看呢 data1呢 我們就是67.5801 這是一個list的型態 然後呢 我們就把list呢 用array的函數 然後呢就把它做一做 它就變成一個陣列了 那變成陣列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做運算 做運算 這個跟stream不一樣 Stream的話 你假如說有個stream 例如說呢 你的stream是12345 然後你說乘以3的話 事實上呢 你不要以為它裡面 每一個元素都會乘以3 是不會的 因為假如是stream的話 或者是list的話呢 乘以3 它只是把12345 複製三遍 所以你就可以寫 I love you 然後複製100 然後複製100 這當然是開玩笑的 我只是說呢 今天你list裡面 即使你是數字 你的數字 或者是你字串裡面呢 的東西 你把它乘以10 它只是把那個東西複製10 它並不會去真的做 試著運算 但是array呢 就會做一些數字上的運算 好 所以呢 我們就建立一個array1 然後就是67.58 還有0 還有1 那因為呢 它是 預設是浮點的 所以你看即使是整數的話 它也會給你小數點 好 那這個是一維的陣列 那你假如是二維的陣列的話呢 那你就是用 操狀的list 操狀的list 所以12345678 然後再把它括號起來 然後我們就把它寫成array2 然後array2呢 我們就看它是12345678 那這看起來呢 就像是一個2乘2的矩陣 2乘2的矩陣 不過呢 到底它的dimension是多少 其實呢 你要看一個資料 它的dimension的話 那我會建議 其實 事實上dimension呢 就是看它有幾個軸 它有幾個軸 然後這裡呢 顯然有兩個軸 一個就是y軸 通常呢 y軸就是編號0 編號0的軸就是y軸 也就是呢 是raw的部分 然後呢 編號1呢 就是x軸 那就是column 就是代表你是幾個column 好 所以你有兩個軸的話呢 其實這個 這個張亮的維度呢 就是2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就是你就看這裡有幾個中括號 那假如有兩個中括號的話呢 那它的張亮維度就是2 就是2 代表說它有兩個軸 它有兩個軸 那這個地方的維度 你可能不要跟 向亮的維度搞混 也就是說張亮的維度 跟向亮的維度 是不一樣的啦 例如說呢 我們現在這裡呢 張亮的維度是2 所以一個是有多少個 如果一個是有多少column 其實就是說 你假如寫shape寫出來的話呢 那事實上它必須要兩個位置 來描述這個data 但是呢 你假如說今天是在空間上的一個向量 例如說123的話 然後呢把它寫成橫的123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張亮維度只有1尾而已 雖然它的向量維度是三尾 因為呢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三度空間的向量 但是呢 假如說你是寫成這種資料形態來看的話 事實上呢 它就只有一尾 因為呢 你其實就是一個tuple的形式而已 tuple形式就是一尾 所以呢 這邊的維度 你不要把向亮維度跟張亮維度搞混 這邊呢 張亮維度2 通常就代表說 你這個資料必須要有幾個軸來描述它 或者是呢 當你寫成shape的時候呢 你需要有幾個數字來描述它 這個事實上呢 就是張亮的維度 也就是在囊拍裡面呢 你用點DIM所做出來的結果 但是呢 事實上你假如說 你要看它的向量維度的話 例如說 它每一個列的向量 基本上 像我們這個例子裡面 1234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 4度空間裡面的向量 但是呢 那個是向量維度 那個不是張亮維度 那你就要記住 通常我們在囊拍裡面呢 講的維度呢 其實並不是向量的維度 而是張亮的維度 你假如還是沒有搞清楚的話 那沒有關係啦 你就把它想成了 張亮維度說穿的就是什麼 就是 比較簡單一點 你就看到底 你需要幾個數字來描述 這個資料的shape 那三個數字呢 就是三維 兩個數字就是兩維 那這樣子就不會有問題了 那你可能就會說 那兩維還好啊 就是 那張亮維度二維還好啊 就是一個像舉證一樣嘛 一個raw 一個color 那高維的話怎麼辦呢 那等一下再說吧 好 所以呢 我們這個東西呢 顯然它有兩個中關號 所以它的張亮維度絕對是2的 然後你就點dim看看它的維度是多少 是2 然後那shape就是24 代表說你必須要兩個軸 你必須要兩個數字 才能夠去描述這個arr2 它的資料長成什麼樣子 長成什麼樣子 好 那這個arr1.type arr1是什麼呢 有點忘記寫來什麼地方 在前面這個地方 那arr1其實就是data1變成正列的結果 好 所以呢 arr1實際上就是一個正列 裡面就是67.5 跟8跟0跟1 那我們呢 也可以順便呢 把arr1的type 調出來看看 所以就發現了 它是一個floating64 那同樣的呢 我們剛剛實際上 並沒有指定要64 64個bit 但是呢 它的預設就是 假設floating的話呢 它就是 就是64個bit 64個位元 好 那arr2呢 我們就看一下type是什麼 那因為arr2呢 它剛才是12345678 做出來的 它也都沒有任何小數點 所以呢 它事實上是一個整數的資料型態 所以呢 我們就看的話 它就是int 就是整數 那為什麼是32呢 因為也是預設整數 就是32個bit 那同樣的就是因為現在要做運算 所以可能取多一點的bit 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其實呢 還有一些可以建構陣列的方法 那例如說呢 Zeros 那這個還蠻常用的 那Zeros呢 顧名思義就是 裡面都先裝0進去 所以我們可以建一個0向量 或者是0個矩陣 那這個還蠻重要的 還蠻常用的 因為呢 有時候假如說 你不想在我們下一張會講的Pundas 就是類似Excel的表格裡面 去做事的話呢 你想要自己去畫一些格子 那例如說你現在想要做一些 選擇權的計價運算 你可能需要一個100x100的矩陣 那這個格子呢 你又不想用Pundas來做的話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就先去做一個100x100的0矩陣 換句話說先把這個空間開出來 然後裡面都全部先裝0再說了 這個還是一個蠻常用的技巧 好所以你假如說呢 要做0矩陣或0下的話 就是NP.Zeros 然後你假如說 你假如寫10的話呢 這顯然就是一圍的張量 所以呢 就是它會產生一個 全部都是0 但是它是一個維度的一個資料 那假如寫36的話呢 這就是要變成一個3乘6的矩陣 換句話說就是一個0矩陣 然後呢裡面就是把它擺成了 裡面都是0的樣子 好但是呢你也可以呢 用Empty來建立陣列 那你用Empty的話呢 你就不用去 就不用去說 到底起始值要是什麼 那在起始值呢 電腦就會自動給你起始值 所以我們是看這個這樣的註解 他說Empty就是create一個陣列 然後呢 我們不需要告訴他說起始值是什麼 但是呢你也不要以為呢 這個 用Empty來建的話呢 那電腦就裡面都會先裝淋進去 事實上有時候可能會裝一些垃圾進去 所以我們來看一看它是做什麼事 然後呢我們這裡就做了一個3維張量的例子 所以你看一下我是2乘3乘2 那你就會說前面2維呢 我可以理解2維就是什麼 就是類似像矩陣一樣 但是3維是什麼東西呢 那這裡呢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你就先看後面這兩個就是了 後面這兩個呢是3 2 代表說它其實是一個3乘2的矩陣 好然後呢前面這個2代表什麼呢 就是有兩個後面的這個矩陣 所以就是有兩個3乘2的矩陣 所以你看它下面擺的是 就是有兩個3乘2的矩陣 那這個事實上呢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可以讓你去認識什麼東西叫做高維的張量 那同樣的呢4維你說怎麼辦呢 你3維或許會或許懂了 對不起 你假如3維的話你或許懂了 就是呢你就先看後面這邊了 所以呢2 3 2代表說兩個3乘2的矩陣 那假如是4維呢 例如說前面假如再多一個軸 然後呢是3 2 3 2的話那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也沒什麼啦 就是呢前面的一些數呢 說穿的就是有後就是有多少個後面這個東西 所以假如說呢我們現在呢前面有多一個軸是3 所以呢現在是4維長那樣是3 2 3 2的話 那中其量呢就是有3個2乘3乘2的東西 那一個2乘3乘2的東西都長成這樣 所以呢你今天前面再多個軸寫3的話 就代表說我們就是有3坨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通常高維長那樣不是太可怕 你就先看後面這兩個數字 那就對應到你們在信心代數裡面所學到的矩陣 然後呢再一直依序往前推 那往前面的數字呢說穿的就是指有多少個後面的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樣子就不會搞混了 所以呢我們就來看呢 我們現在就是用MT這個東西來建一個正列 那我們不用給它70值喔 那就叫電腦給我們值吧 結果你發現它就給我們垃圾了對不對 它給你6.6乘10的-312次方 換言之說呢它給的值真的很接近零 但是基本上你假如寫的很進去的話 那就是一堆垃圾就對了 好所以你看一下它果然是有2個3乘2的東西 所以2個3乘2的東西 那當然這是一個三維張量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多少個中括號 所以有3個中括號代表真的是一個三維的張量 然後呢通常前面的這個軸呢 就是編號0的軸 這是編號1的軸 這個是編號2的軸 總而言之呢 Python這個語言都是從0開始喔 那就記住其實連軸呢都是有編號的 好 那另外一個呢你也可以用arrange呢 去建構一個正列 然後呢這個正列就很像是Python裡面的range的函式喔 所以呢就是nparrange15 那它呢就會從0到14 因為我們說15是我們第一個不要的整數 那事實上呢arrange真的就是像Python裡面內建的range一樣 只是呢range不能夠有小數喔 arrange是可以的 所以呢其實我們可以呢說arrange15 然後就是每次不長就是增加0.20.20 這是可以的喔 但是呢在range裡面呢就不行喔 好那這裡呢就請大家去看一下4-1的表 那這個就是正列建立的函式喔 所以呢函數 所以裡面呢就告訴你說arrange是什麼東西 arrange是什麼東西 還有once once呢就是去建一個充滿 全部都是1的一個正列喔 例如說就正一個3x3的矩陣裡面全部都是1 那事實上呢就是once 那不然呢你也可以Zerox Zerox我們剛剛看過就是建立一個0的 裡面的元素全部都是0的正列喔 那事實上呢還有Eye啦 Eye呢就是建一個單位矩陣 所以就請大家真的去弄一本書來看吧 那表示之一呢還蠻重要的 好那我們現在呢再複習一下就是 ndarrange的資料型態 那這我們剛剛呢看過 我們剛剛看過 所以呢我們事實上呢可以指定 資料型態給他 那假如不指定的話呢 那通常這個python他就會看你是寫什麼 就會自動給你一個資料型態 但是呢在numpy裡面呢 符點就是會給64 整數就是會給32 但事實上你也可以自己指定 好所以呢我們就說np然後arrange123 我們就說呢 現在我們希望是一個符點64的type 然後呢arrange2呢就是希望它是一個整數32的type 所以這樣的話呢我們就把它叫一叫發現 果然沒有錯就是我們所指定的那個type 好所以呢他這邊有一個表42 那有那個numpy的資料型態呢 也蠻建議大家去弄一本書來看的 因為呢他告訴你說有哪些資料型態 例如說我們之前講過資料型態呢 有整數啊有符點啊還有布林啊還有stream 但是呢在numpy裡面呢當然也有對應的東西 它也是有整數 只是呢它這整數呢有什麼8個位元 16個位元32個位元64個位元 然後floating呢也是有16 32 64 128之類的 然後它有複數喔就是數學上的那個complex 就是有虛數的那種東西 然後當然也有布林也有stream 當然stream呢後面通常加個底線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看 總而言之呢numpy的資料型態 其實跟python的資料型態呢 有蠻多類似的地方 只是呢它可以讓你呢 自己去設定更多的位元 更多的位元 好所以大家就去看一下 表示之二吧 表示之二 好那實際上呢在python裡面呢 我們可以用stype把一個東西的資料型態 變成另外一個東西的資料型態 假如說沒有違反它的規則的話 那事實上是可以這麼做 那什麼叫違反規則呢 例如說在python裡面呢 你不可以把一個字母的東西變成 字母的字串變成符點 這是不行的 它沒有辦法把那個字母變成符點 所以呢就是說你今天假如不要違反的話呢 其實這個資料型態你是可以自己去把它轉換的 好那事實上呢在numpy也是可以啦 你也是可以用那個stype的方式呢 把一個陣列從某個形態呢 就把它轉換到 通常轉換就叫cast 就是typecast 轉換到另外一種的dtype 好所以我們來看看 我們現在呢就是 AR就定它是array 然後12345 這其實就是一個整數 好所以我們就直接看一下它的dtype 真的就是整數 而且它就預設32個bit的整數 好那我們現在呢 要把它轉換資料型態 所以就一樣的點stype 然後呢後面我們就寫np 然後點floating64 好那這個到底有哪些型態 另外就是剛剛42所說的啦 那當然有時候呢 你也不用寫這麼的麻煩 因為呢 它除了這種全名的型態之外呢 還有簡寫 還有型態碼的簡寫 那例如說呢 floating64呢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f8 或者是寫成d 那這個真的就是去查表 這也沒有人在背著 不然你就不願期盼寫詳細一點嘛 所以呢你就寫nt.floating64 當然也可以啊 好所以呢 再看一下它的type 真的就被你轉成floating64了 好那再來呢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那你自己去建了一個array 建了一個政列 然後呢裡面都有少數點 所以這顯然是floating 那因為呢你沒有指定 所以一定是floating64的 好那你現在可以把它轉換 把那個資料型態轉換 所以你想把它轉成32個bit的整數 32位元的整數的話 那也可以啊 但是呢因為你把它轉成整數 所以整數後面的東西呢 也就是小數的部分 就全部都被砍掉了 好所以呢我們轉完之後就變成 3.7就變成3 -1.2就變成-1 反正小數點後面就5條件 砍掉了 5條件砍掉了 好那再來就是呢 在noppy裡面呢 也有stream這個資料型態 但是呢下面要多加一個底線 這是它的規定 好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現在建了一個array 那裡面呢 這每個都是stream 所以你看它雖然長得像數字 可是呢 我們又用代理號把它引起來 所以這真的呢就是一個 真的就是一個stream 好那我們就把它叫做 NumericalStream 好那我們現在呢 要想把它變成float 變成浮點 那可不可以呢 當然可以啊 因為你這個東西 雖然是stream 但是呢它長的就是數字嘛 所以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stream 變成是floating 但是假如你的stream呢 是字母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 那就沒辦法了 因為字母是沒有辦法 變成浮點的 好 所以這也是一個例子 那就正正的變成float 好吧 那我們說呢 你有時候呢 也可以用其他的array的type 來指定 就是要轉成某個其他array的type 好 所以這個有點借花 借花獻佛的感覺 好 所以呢我們就說 今天呢 mp.array 10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命名叫做intarray 那你就知道呢 nt.array呢 這個東西 nt.array呢 int.array呢 因為它裡面全部都整數嘛 所以它的資料形態呢 一定是整數 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又建了另外一個array 那我們就把它叫做cliver cliver 或cliver 像是一個指揮家 也叫cliver的樣子 爸爸也是 小孩也是 好 所以呢 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把它 用正列建立起來 而且我們就指定它的type 是floating64 那當然呢 你有小數點一定是floating的 所以不寫 事實上它也會預設是floating64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想要把這個intarray的資料形態 改成跟cliver是一樣的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intarray.type 那我們後面呢 就沒有寫floating np.r 而floating64 我們就直接呢 寫說我就是要這個cliver的type 的dtype 還蠻好玩的 就是呢 你可以去 使用另一個正列的dtype屬性來做轉換 好 那這樣子轉換之後呢 我們就發現intarray 它呢也變成是floating64了 所以你看它每一個小數點 都有 每一個整數都有小數點 都有小數點 好 那有時候呢 這個dtype呢 它有一些簡稱可以寫 那你可能會說什麼是u4呢 那u4呢 很抱歉 就真的要去看表4之2了 那u4事實上呢 就是 uint32 uint32 那其實呢 你把它真的寫出來 它這也會告訴你 那什麼叫uint呢 其實int是整數嘛 u呢 事實上就是 就是不帶符號的整數 然後是32個bit的整數 然後是32個bit的整數 所以呢 我們就叫它建一個 建一個array 然後呢 它是一個一維的 所以呢就是 一個一維的正列 但是裡面有8個元素 那每個元素呢 都是不帶號的32位元的整數 32位元的整數 好 所以這個就是呢 Nampi裡面呢 也有資料型態 其實跟Python的資料型態 還蠻像的 那很多同樣的概念 而且不同資料型態之間呢 只要可以轉換的話呢 其實也是可以轉換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看一下 這個 Nampi的算數運算 好 那 正列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 對資料做整批的運算 而不用寫for loop 好 那那個Nampi呢 把這東西呢 就叫做向量化 所以你可以常常在看 在那個Python的資料分析 看見這個詞 就是向量化 好 所以它說呢 任何大小相等的正列 進行運算的時候呢 就會對相同位置的 的那個 不好意思 就是對相同元素的那些 element去做運算 那這個東西就叫做 element-wise的operation 也就是說呢 今天假如這兩個正列呢 是一樣 大的話 那今天呢 在做加減稱出的時候呢 就是位置相同的 的元素呢 就會做 彼此之間 就做 類似點對點的一個運算 那你可能會說 那假如兩個正列 不一樣呢 兩個正列不一樣大小的話呢 就叫做廣播 廣播也是一個蠻重要的 的那個概念 可是呢 把它放到附錄裡面去了 所以我們這一本書 可能真的要錄到最後一個 章節連附錄都要錄了 好 所以就喝個水吧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正現一個 二維的正列 這個就是123456 那這個顯然就是二維的 因為你是用潮狀的list來建的 那不然就看了 你有兩個中括號 所以顯然呢 就是維度 張量維度是2 好 那我們就123456 那做起來呢 就是一個2乘3的矩陣 好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叫做array 那我們叫array乘array的話呢 就是相同位置的地方呢 就是自己跟自己相乘 那這個東西就叫做 element-wise operation 好 就是足元素的運算 好 那那個array乘array 那做出來的結果 當然就是自己的數平方 那array-array呢 就是自己減自己 所以全部都變成0矩陣了 好 那事實上呢 假如說你今天是 和一個常數去做 算出運算的話 則呢 這個正列裡面的 每個元素呢 都會做同樣的運算 好 所以我們說array分之1 那其實呢 就是把array裡面的 每個元素呢 都取倒數 好 那假如說array的開根號 也就是0.5次方的話 那也是照做就對了 好 那事實上呢 也可以做布林的運算 假如說兩個正列是相等的話 事實上你也可以做布林的運算 好 所以呢 我們再回憶一下array是什麼 就是1 2 3 4 5 6 好 那我們現在建立一個array2 就是0 4 1 7 2 12 好 然後你就說array2大於arr 看起來好像 好像 好像句子沒有結束 但是 其實這個東西呢 就是在比較 array2跟arr 逐元素去比較 那看呢 array2的逐元素 就是每一個地方的元素 有沒有大於arr 所以它就會產生一個布林的正列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吧 你看一下arr是1 2 3 4 5 6 array2是0 4 1 7 2 12 所以 最左上角這個地方 00的位置 0有沒有比1大 沒有 然後 4有沒有比2大 有 然後1有沒有比3大 沒有 所以這就是forse true force 就是這裡的forse true force 好 那下面呢 只剩3個做塊 就把它做完吧 好 所以7有沒有比4大 有啊 2沒有比5大 然後12比6大 所以這就是true force true 所以這就是true force true 好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numpy正列的算數運算 那下面告訴你說 假如兩個正列不一樣大的話 那就是要用廣播 要用broadcasting 那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就 可能一個月之後才會入到這個地方了 那個地方 好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看一下 基本的鎖影和切片 那這個鎖影和切片呢 其實跟前面python所講的list的鎖影和切片 還蠻像的 好 所以呢 假如說你今天的正列是1尾的話 那顯然 特別的簡單 真的就是跟之前那個pythonlist的切片 是沒什麼兩樣的 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舉個例子 我們說 假設今天我們就建一個012375789的一維的正列 我們就把它叫做arr 所以arr5代表什麼呢 其實就是取編號5 但是不要忘記 我們編號都是從0開始的 所以就是編號0 編號1 編號2 編號3 編號5 所以編號5的數把它抓出來 其實就是5 好 那就是5冒號8 就代表說我要從編號5開始抓 但是編號8是我第一個不要的數 所以事實上我就是抓編號5 編號6 編號7 把它抓下來 那剛好呢 就是抓5 6 好那這裡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今天這個 這個 你在做這個切片的時候 就是說 算了 我們還是把它 講下來 再講這個文字比較順 好 那我們剛剛是抓5冒號8 所以就是抓編號5到7 好 那假如說今天呢 5冒號8 就是編號5到7的數呢 全部都要把它變成12的話 然後 AR會變成什麼呢 那我們就發現呢 編號5到7就是5 6 7這三個數 那這三個數呢 我們都已經指定它是12了 所以呢 最後的結果就是 這個編號5到7這三個數呢 真的就是變成12喔 好 但是呢 下面這一段話是還蠻重要的 就是說呢 我們在Python的List的時候呢 我們曾經講過說 今天呢 假如List做切片的話呢 基本上它呢 是 是把List的Copy過來 然後把你要切的東西 切出來 然後呢 再建一個新的List給你喔 但是呢 在這個NumpPy裡面 不是這個樣子喔 NumpPy事實上呢 是真的 改了就改了 改了就改了 那 換句話說呢 他並沒有再去 再去那個 他就沒有 他並沒有再去Copy一份 那資料是同一份 那你可以想像說 為什麼 NumpPy要這麼做 也就是說我改了之後呢 真的就把它覆蓋掉了 而且呢 我今天不但覆蓋掉了 我等一下呢 這個AR5 冒號8 改成其他的數的話 事實上呢 AR裡面的 對應的這三個地方的數 也會被我改掉 換句話說 他就真的被改掉了 那你可能就想說 哇 為什麼要這麼殘忍喔 就是 改了一個痕跡都不剩 那告訴你說沒有辦法 因為NumpPy呢 本來就是被設計 用來做 很大量的資料的運算的啦 那假如說呢 你每次呢 在做運算之前 都要把原來的東西 再把它留著 那其實呢 還真的還蠻消耗記憶體的 所以呢 它會把它覆蓋掉呢 也是很正常的 好 當然說呢 你假如要Copy的話也可以啦 那就呢 請怎樣呢 請用這種 例如說我現在5 冒後8 然後呢 我今天並不是真的要把它覆蓋掉 那我只是要把它Copy的話 那你就用點Copy 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Copy你所要的地方 而不是真的把它給覆蓋掉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就看呢 我們現在已經做到什麼地步呢 我們說 ARR 然後5 冒後8 這個切片 我們定它是12 所以呢 這個ARR呢 真的 這三個地方就被我們弄成12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麼東西呢 更可怕的是什麼東西呢 是 我們今天 好 我們就把那個ARR5 冒後8呢 就把它叫出來 然後給它一個新的名稱好了 叫做ARRSLICE 所以ARRSLICE當然就是12 這個大家都沒什麼問題 可是ARRSLICE的話 因為它裡面有三個元素嘛 所以呢 有編號0 編號1 編號2 假如說我要把編號1 這個12改成12345的話 那你要記住 我現在是在ARRSLICE裡面去改 可是呢 事實上連ARR原來的這個東西 這個位置的數字都也會跟著被 都也會跟著被更改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把ARR5冒後8 抓出來 特別給它一個名稱 然後我們就說呢 今天這三個數呢 我們要在編號1 也就是第二個數字 就把它改成12345 所以我本身是在ARRSLICE裡面去改 可是呢 現在我去看ARR的數 你就發現ARR的數 這個中間這個12竟然也被改了 現在被改了 實在是蠻可怕的 好 就是我們這邊所寫的 就是說這個DATA並沒有被copy 事實上你所有的Modify Modification 全部都會被留下來 就是全部會被覆蓋 把原來的東西覆蓋過去 好 所以我們現在假如說ARRSLICE 我們寫冒號就代表說 全部的元素都要變成64 但是我們現在看什麼叫ARRSLICE ARRSLICE呢 現在已經變成什麼 已經變成12 然後1234512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說ARRSLICE這三個數 全部都等64 所以我是在ARRSLICE裡面改的 但是我回去ARR看 你發現ARR編號5到編號7的位置 也被你改成64 這個是跟Python的List的一個很大的差別 其實也可以想像的到 因為我們有太多數字要去做運算 所以假如說什麼資料都要複製一份的話 會非常的影響效能還有記憶體的容量 好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一個一維的例子 然後一維去做切片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二維怎麼去做切片 所以我們現在就製造一個二維的資料 那就123456789 其實用矩正的觀點來看它就是3x3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ARRR2D 那我就還蠻建議就是34567 把一個東西的SHIP都拿出來看看 這個還真的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你在做比較複雜的資料處理的時候 那有時候你腦中想的這個資料被弄成什麼樣的SHIP 跟真正電腦在做的搞不好是不一樣的事情 這常常發生過 所以3456789我們就把它的SHIP點出來看看吧 所以就發現3x3跟我們用矩正的觀點來想 3x3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那這時候我們要做切片的話 你勢必就必須要有兩個軸都要指定你要怎麼去做切片 但是假如說你今天只有寫一個的話 例如說我們就看下面這個ARRR2D2 那這個2你並沒有說逗點 然後第二個軸到底要怎麼取的話 通常它就是假設你就是對第一個軸去做處理 第一個軸其實是編號0 第二個軸是編號1 所以有時候講的時候還要小心一點 所以我們說ARRR2D 然後中括號2 它後面顯然沒有在任何逗點 所以這個2顯然就是對編號0這個軸去做的 那編號0這個軸其實是Y的部分 那2是代表什麼 就是編號2的那一列 所以就是012 所以真的取出來就是789 就是789 所以你今天假如在一個比較高尾的資料裡面 你今天就是在取的時候 那你就是取其中的某一個軸 某一個軸的元素的話 那事實上的維度就會降低 所以維度就只剩下一維而已 那你可能就會說 那我假如想要取裡面的某個元素 要怎麼取呢 那當然你假如要取3的話你可以怎麼想 你可以說我先取編號0的這一列 取出來之後呢 再取編號2的這個數字 所以這就是ARR2D0 那換句話說我先把編號0的這一列 123取出來 取出來之後呢 123我要抓3這個數字 那3呢 事常是在123裡面編號2的位置 所以就寫ARR2D 然後呢括號0 然後再一個中括號2 那事實上寫呢 真的是很繁瑣很繁瑣 那很少人真的寫啦 所以通常就是直接把它寫 寫起來吧 所以呢是ARR2D 然後0豆點2 所以呢前面這個事實上就是指 我對於編號0這個軸 我要抓編號幾的元素 然後呢 豆點後面這個數字就是 我對於編號1的這個軸 我要抓編號幾的元素 所以這樣子寫的話呢 就代表說 我要 第一個軸 就是編號0那個軸 我要抓編號0的元素 就是123 然後呢 今天 第二個軸 也就是編號1的軸 我要抓編號2的元素 所以說穿了 我就是要抓 這一列裡面 跟這一欄裡面的交集 事實上就是3 所以這樣子寫呢 比較多人用 比較好用一點 好那2D的看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3D了吧 好 所以3D呢 我們就是用 潮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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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做 好所以 所以 你就開始去建構吧 那我們現在目的是要建一個2X2X3 應該說 它的Shift就是223的一個樣子 所以 什麼東西叫223呢 我們剛剛講過 你先看後面這兩個 那2X3呢 就是 把它用矩正的觀點來看 就是2X3 所以前面這個2呢 說穿的就是 我想要有兩個2X3的東西啦 好所以呢 你今天去建構一個2X3的矩正 你是不是就會寫成這個樣子 也就是呢 兩個中括號 用那個潮狀的list來建 好 那你說你要建兩個2X3的東西 那就是呢 把這東西呢 再弄一次 然後再用一個中括號刮起來 所以就會 拍起來就會像下面這個樣子 所以就是有兩個2X3的矩正 那同樣的呢 因為現在有三個軸啦 所以就是有編號0的軸 編號1的軸 編號2的軸 那你知道呢 編號0的軸就是什麼呢 就是代表說 我現在呢 要取這個編號0的軸呢 就代表 他有幾個後面的這個矩正啦 好所以呢 我們就來看例子 你假如說今天 AR3D就直接寫0的話 那顯然就是要對編號0這個軸去做切片 好然後 你現在呢 要對編號0這個軸去做切片 而且就是要拿 編號0的元素 那換句話說呢 你就是要在這一堆裡面呢 然後去對到底是這個矩正還是這個矩正去做鎖取嘛 這就是編號0的意思 就是說他到底有幾個矩正啊 好然後你說呢 你要取0 所以就是呢 對編號0這個矩正去抓 好所以抓出來的結果呢 當然就是123456了 那維度呢 就從三維變成二維了 好那我們下面呢 再來複習一下 我們剛剛所做的一些事情 例如說 我們講過呢 你假如真的 只是要把某些地方呢 抓出來 而且不要覆蓋掉原來的數字的話呢 你可以用.copy 括號的方式喔 好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把上面這個矩正抓出來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複製一份 複製一份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 all value 好那這部先做 先記在心裡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喔 好我們現在呢 原來的AR3D裡面呢 0 也就是呢 最上面的這一塊的矩正呢 我們假如都把它定成是42的話 那這樣的話呢 AR3D呢 上面這一塊矩正 就真的 全部被你弄成42了 好但是呢 我們假如說 嗯 現在呢 AR3D0的部分呢 我們就 就令它等於all value 那all value是什麼呢 那all value是什麼呢 all value就是 原來的AR3D上面那塊矩正 copy的結果 好所以呢 我們就把AR3D呢 原來最上面的矩正 copy的結果呢 就把它令成AR3D0 所以這時候AR3D呢 就又會回到原來的樣子喔 其實這個沒有什麼 這個只是訓練一下你的頭腦 知道這在做什麼事情而已喔 好那我們剛剛呢 我們剛剛呢 剛剛是對這個3D的陣列呢 去 的某個軸去做選取 那假如說你要對 嗯 某兩個軸交集的部分做選取的話 那怎麼做呢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今天假如是AR3D 然後呢 寫個E0的話 代表說 對編號0這個軸 我要取編號1的元素 那編號0的軸就是代表說 我是上面這個矩正還是下面這個矩正嘛 所以呢 你要取編號1的元素 事實上你就是說 我要取下面這個矩正了 好 然後呢 第二個軸也就是編號1的軸 你說要是0 那事實上呢 我們知道在這個矩正裡面呢 嗯 編號1的軸就是y軸 編號2的軸就是x軸 所以呢 你今天 嗯 那說這個軸呢 事實上是 編號1的軸 然後x軸是編號2的軸 然後呢 對於編號1的軸呢 你要取編號0的元素 那事實上呢 就是取第一列的意思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789取出來 也就是說呢 AR3D呢 1代表呢 我現在要取編號1的這個矩正 我現在要取下面這個矩正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0呢 就是我要取這個矩正裡面的編號0的列 編號0的列 好 所以得到就是789 好 總而言之呢 那這個嗯 就記住它的編號都是從0開始 然後軸的順序呢 嗯 就是最外面的這個軸就代表說 有幾個裡面的那個東西喔 那這樣通常 再怎麼高位都不會有什麼樣的問題喔 好 我們說呢 剛剛事實上我們是直接就是 要把要取的東西都寫在一塊啊 那假如說呢 你今天覺得這樣難以接受的話呢 你也可以先取某部分 然後再取某部分 就像我們剛剛呢 在二維的地方呢 你也可以先取某一部分 取出來之後再寫另外一個部分 但是我們說這樣太囉唆 通常就是一起寫喔 可是呢假如說是在三維的話呢 你可能會覺得一起寫的有時候會轉不過來 會轉不過來 那怎麼辦呢 那也沒什麼關係啊 你就把它分開寫吧 好 所以呢分開寫的話怎麼弄呢 我們就說 我們在AR3D裡面呢 編號0那個軸 我們先取編號1的元素 編號0的軸呢 指的就是你到底要取上面這個矩陣 還是下面這塊矩陣 上面這塊矩陣呢 就是編號0 下面這塊矩陣就編號1 你說要取編號1 所以事實上就是取下面的這一塊了 就取下面這一塊 然後我們就把它定成是X吧 所以X呢 這時候已經變成是一個二維的資料了 然後呢 X裡面你說 我要對它裡面的 最前面那個軸去取 我們說呢 一個矩陣裡面最前面那個軸 事實上就代表你是第幾個RAW啊 好 所以你說呢 我要取編號0的RAW 那不就是7,8,9嗎 所以你也可以分段去取啦 但是當你熟之後呢 通常就是寫在一塊 寫在一塊 好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看呢 使用切片去做索引 所以呢 我們現在索引呢 其實也可以用切片來做 我們剛剛呢 是在訓練什麼 我們剛剛是在訓練做切片 就是我到底要切 切哪邊下來 但是呢 當你今天假如是高尾的數據的話 你可能呢 就是每個軸都要取一塊下來 換算說每個軸你可能都呢 必須用切片的方式來表示 那你就可以把某個軸的某一塊東西取下來 然後另外一個軸呢 也取某一塊東西 那這個就是呢 indexing with slice 也就是呢 我今天要在每個軸裡面取資料的話 其實呢 我都是用切片的方式呢 來做索引 好 那我們還是從1尾開始看吧 所以呢 AR 那AR呢 我們剛剛做過就是 01234 然後6464 6489 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已經被我們改過了 所以這個是現在AR的樣子 好 那我們說AR呢 你假如說 你要做切片 然後 因為它就有1尾 所以好像也沒什麼好講的 那你說1號6 就是呢 從編號1取到編號5 所以那就是編號0 編號12345 所以取出來呢 就是123464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呢 AR2D呢 就是12349789 好 那我們就開始說 啊 到底要怎麼取呢 要怎麼取呢 所以我們發現呢 這個取的時候 竟然沒有逗點 這也沒有逗點 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我只有對 最前面的軸去取而已 那對一個二維的 那個資料來看的話 最前面那個軸其實就是Y軸的部分 也就是 要取第幾列的意思 好 所以呢 你說 冒號前面都沒有寫 然後就寫2 事實上呢 就是要取編號0的列 然後取到編號1的列就好 因為呢 這個2是我們第一個必要的列數 好 所以呢 你今天什麼都沒寫 然後冒號2就是取編號0到編號1的列 因為呢 因為呢 我們現在是對最前面那個軸去取 好 所以呢 取出來當然就是1 2 3 4 5 6 就是1 2 3 4 5 6 好 那你今天呢 也可以 對兩個軸呢 都用切片的方式去取 所以你就發現說 咦 這裡就有逗點了 這邊就有逗點了 好 所以呢 我們說對D0的軸呢 我就要取 D0列跟D1列 好 所以我要取D0列跟D1列 然後呢 對編號1的軸 我就要取1冒號後面嘛 那換句話說呢 就是 就是 1開始 編號1開始到最後面 但是呢 我們說 這個軸數呢 也是D0軸 D1軸 D2軸 所以呢 你說我要從D1軸 還是取到最後面 好 所以這樣交集的結果呢 當然就是2 3跟5 6了 好 這看幾次呢 就沒有什麼樣的困難 例如說呢 我們再看看呢 我們現在編號0的軸是1 所以呢 我們就是呢 要取第二列 因為第二列呢 是編號1嘛 所以呢 我們就是取456這一列 好 這個是呢 最前面那個軸要取的部分 最後面的軸呢 我們是冒號2 就代表說 我們要取0到1的切片 好 所以456呢 0到1的切片 其實就是4跟5啊 所以最後下來呢 我們事實上就是4跟5喔 好 那我們再看幾個例子吧 例如說 我們現在假如是 最前面這個軸呢 我們是 冒號2 那就是呢 要取 D0列跟 編號0的列 跟編號1的列喔 好 然後呢 後面這個地方2 它沒有任何的冒號 取的就是 編號2的軸 編號2的軸 好所以呢 我們就是這兩列 跟編號2的軸 也就是第三軸的集合呢 就是3跟6 那這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嗯 為什麼呢 這個3跟6明明 我們這邊取起來 看起來呢 應該是直著擺 直著擺應該就是兩個維度啊 那為什麼呢 它這邊就把它橫著擺 然後就只剩下一個維度喔 那原因就是因為呢 你今天假如說 你真的要取出來是高尾的話 在通常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這兩個軸呢 都必須要有冒號 所以有冒號就是呢 其實你是走也要取下來的意思啦 所以你看一下這邊 其實你這只有前面有冒號 後面這沒有冒號 所以當然取下來的東西呢 就變成只有一個維度而已喔 一個維度而已 也就是說呢 你今天假如每個走到指定的話 而且呢 你本來是一個二維的資料 然後你希望呢 取下來的東西也是二維的話 而且每個走到指定的話 那這樣的話呢 你每個走一定都是要有冒號出現 才有辦法取出來是高尾的東西喔 好我們再看下面這個例子喔 好這個例子呢 第0個軸你就全部都取了 所以這三列我都取了 然後呢後面呢 我就是冒號1 那代表說1是我們第一個標的數 說穿的就是我只需要編號0的這一欄 可是呢你發現 這時候呢 因為我們這兩個走都有冒號 代表說 我希望取下來的呢 是一個高尾的東西喔 維度不要減少 所以它真的取下來呢 就是147喔 你會發現這147其實維度是2的喔 因為呢 它最外面呢是有 是有什麼 是有兩個中括號 這個你假如去寫它的SHIP的話呢 會是一個31的SHIP 所以它是一個維度2的東西 好那同樣的呢 你假如說你要取258的話 那也可以啊 你呢還是一樣 每個列都要了 但是呢258的時候 你不能這邊只有寫1喔 是不行的 你假如只有寫1的話呢 那你就發現只有前面有冒號 後面沒冒號 這樣的話 取出來結果又會變成是一維的喔 你假如說呢 你真的取出來 要變成是這樣二維的形態的話 那你就要寫1冒號2 但1冒號2說穿的就是什麼 就是 你就是要取編號1的這一欄啊 可是你雖然只想取一欄 但是因為你想要把它變成是一個高維的 變成是一個二維的東西喔 這維度不要下降 所以你這邊呢 不能夠只有寫1啊 你假如寫1的話 它又變成是一個一維的東西 你這邊必須要寫1冒號2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每個維度都有指定切片 而且每個維度都有冒號 這樣的話取出來的結果 那個資料的維度就不會減少 就不會減少 好那不幸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下面這個例子 下面這個例子呢 我們就是所有的列都要了 但是呢 藍我們就只有指定呢 就是第一藍 但是我們並不是寫1冒號2 我們只有寫1 那這樣的話呢 真的就是 維度就下降了 就只剩下258 不像上面呢 是寫成二維的樣子喔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變成一維了 因為呢 其實你這兩個藍呢 這兩個軸呢 你都沒有用冒號來寫的話 通常呢 取出來的資料的維度就會下降 好那當然呢 你也可以把某些元素 就替代掉你要的數字啦 而且它是真的覆蓋過去喔 好吧 所以呢我們看 本來AAR2D是123456789 我們就說呢 某些地方要讓它變成0 是哪些地方呢 就是對D0的軸來看呢 就是冒號2 所以就是呢 編號0的列 跟編號1的列 也就是呢 第一列跟第二列 好然後藍的部分 就是第二個 就是編號1的軸 也就是第二個軸 這講起來很麻煩 編號多少跟第幾多少 其實這兩個數是不一樣的 編號0事實上是第一個 編號1是第二個 這其實講法講起來 還真的是還蠻小心的 好所以我們說呢 後面這個編號1的軸 其實就是第二個軸 也就是X軸 那我們呢 就是要取1冒號 換句話說呢 就是要從編號1的位置 開始到最後 編號1的位置 實際上就是第二欄 就是第二欄 好所以說穿呢 就是我們要把前兩列 跟後兩欄的位置的東西 全部都變成0 好所以我們就真的弄一下就發現 它真的就變成0了 好那這裡呢 真的強烈強烈強烈 建議大家去看一下書本的圖 4之2 然後你真的要去了解一下它的 施愛型的意義 也就是說為什麼呢 有時候切下來的東西 維度降低了 但是有時候呢 切下來的東西呢 其實維度並沒有降低 但是問題是 它的裡面的元素 個數是一樣的啊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有時候切下來呢 是258寫成二維的樣子 有時候切下來也是258 但是卻寫成一維的樣子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差別哦 那這個圖4之2呢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請大家一定要去看哦 否則呢 你對這種數字的維度的切片 你就常常會弄不清楚 好那看來我們是質疑 可能又要兩個影片才能結束 好那我們就先停在這邊吧